这个盆腔基业的由来呢 是由于我们B超的发展 刚才前面我也说了 我们现在的B超呢 辨别率很高 很高档 都可以看到 怀孕以后小孩在肚子里边的这种表情 所以的话 现在B超的这样一个发展 我们在做妇科方面的B超检查的时候 就发现盆腔有基业 盆腔有基业呢 到底有没有问题 这个一定要结合病人的整个情况 如果病人没有任何不舒服的表现 我们也做了妇科检查 没有发现问题 那么我们又做了B超 发现仅仅只有盆腔基业 这是正常的 那么在临床上 有的时候病人来了以后 他肚子疼呀 是不是有盆腔炎呢 然后我们给他做了检查 发现也有丫痛 也有我们所说的盆腔感染性疾病的一些表现 我们做了血值的 炎症指标的一些检查 也发现有感染的情况 这个时候我们也做了B超 发现有基业 那么我们才考虑 他有盆腔的炎症 这个时候的基业 是有临床意义的 总而言之 就是在正常情况下 做了B超 发现有基业 它不代表有问题 我们在临床经常见到 有些病人在别的医院 或者是我们的B超大夫那做了B超以后 发现有盆腔基业 就说你会不会有盆腔炎 病人吓得要死 又到我们这来看 其实我给他一做检查 啥都没有 那么我们完全不用在乎他这个盆腔基业 所以总的来说 这个盆腔基业 一定要综合的去判断